去拿了 饲养员想尽办法引龙出洞 但一旦距离拉近就要马上关窗 这就是科莫多龙世界上已知存活的最大习役 威武雄壮 而这位人称龙哥 在他手下有25条龙 没有一条能逃得过他的手掌心 喜喜抱抱举高高 无微不至 龙哥本名苏永龙 来自台湾 从小到大养过几十种爬行类动物 工作之后也是和各种动物打交道 2013年 他受邀来到广州长龙野生动物世界 负责科莫多龙的保育工作 作为龙哥 必须对手下的这群龙弟龙妹十分了解 科莫多龙在不同的生长阶段 体型和习性都很不一样 对于小龙 中龙 大龙 龙哥都有不同的与之相处的方式 天冷了 我怕它下水 它其实也跟一些我们常见的这些巨蜥的宠物 是差不多的 其实它也没有那么的恐怖 在人工饲养 只要我们人类给予安全感 给予的安全感 给它适合的家 提供该有的营养 它也是能够懂得你的 广州长龙野生动物世界 现在是中国最大的科莫多龙繁育基地 这些中龙就是种群的年轻力量 这两头中龙刚刚才被龙哥夸很听话 现场就跟龙哥来了一出两体长的拉扯大战 你别咬我就行了 来来来 那你来吧 就你吧 背后一下背后一下 对对对 看完中龙再去看小龙 刚刚还徒手抱中龙的龙哥 一见小龙马上带起厚厚的手套 而且一直提醒记者 拍摄的动作一定要慢 这些出生龙仔 比他们慢悠悠的大哥大姐们是猛多了 而且很不好惹 在小时候呢 它的一个反应迅速特别的敏捷 这比大的呢 它的小时候的速度比大的 快的反而二到三倍以上 而且小时候就具有一定的攻击能力 小时候比较会攻击人 到了长大了就比较不攻击人类了 所以小时候是因为害怕 而为了保护自己 再回来看看开头的这一位 种群中的大姐大 他已经变成一位爱宅家的佛系大龙了 外面世界再精彩 不如一盏小太阳来的实在 龙哥和同事设计的灯光系统 就是他们最爱的智能家电 而且别看大龙这大块头 龙哥介绍 这家火星司细得很 产卵的过程中 会故意制造假象 挖巢穴 做好一切的所有的生产行为 让我们人类发现说 它产完了 并将洞穴重新掩埋 我们重新到现场去挖开之后 里面是一颗蛋都没有的 它其实跑到了另外一个产房 进行产卵了 所以算是一个很高智商物种 为了保护它的卵 看了一圈 真正乖的只有这位 这位原产于印度尼西亚的 科莫多岛的贵妃 应该想不到 在2021年登上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更新宾威物种红色名录 宾威级别的他 在2024龙年来临之际 竟然在广州享受到 如此服务周到的热水澡 就是辛苦了龙哥 在贵妃的温室里打工 早就满头大汗了 科莫多龙拥有 龙族遗珠的称号 但由于栖息地环境恶化 数量不断下降 科莫多龙的繁育过程 不确定性很高 卵的孵化期更长达8个月 人工繁育一直是难题 有一些动物的 饲养经验的基础上 通过它的繁育研究 并且将这些研究 螺入到科莫多龙 它的习性跟产地 跟一个孵化的一个条件 在这些条件上 我们在进行升级 去摸索出科莫多龙 合适的孵化条件 以及它的一个 保育的环境条件 比如说有在日本 韩国 服务这些相关的动物行业 在内地对比的话 内地重于保育 而不重于饲养繁殖 对 咱们以保育为目的 要把动物养好 所以说差异比较大 所以我来到大陆之后 就特别喜欢大陆 苏永龙从园区最初拥有的 四条科莫多龙开始 和同事们不断努力 到目前团队已经实现 人工辅助繁育科莫多龙 25条 而就在近期 喜讯传来 一条磁性科莫多龙 开始筑巢产卵 保育团队日夜监控 连夜皆生 最终这条科莫多龙 产下35枚蛋 接下来的八个月 龙哥有得忙了 地球一直在暖化 所以说动物的保育 是我们的重任 那我们呢 把它以兴趣的思想 来进行这个动物保育 所以跟动物的相处过程中 我们就像个朋友一样 为它准备这些所谓的食材 为它准备它的温暖的家 让它牵地保护 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保育过程 我们就像个人 一样的行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这些启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